第1222集 李承山 过了五分钟 这家伙终于是缓过来了 抬头看看莫小鱼 再没敢和莫小鱼对着干 因为他发现自己不提国安的身份还好点 这家伙不知道是干啥的 是哪个官二代吗 但是他心里在盘算着怎么离开这儿 只要是能离开这儿 他有自信能让这小子悄无声息地消失 无论你是什么官二代 富二代 让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莫小鱼好像是能看透这家伙的心思说道 我知道 你在想着回去汇报 不过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犯过一次的错 就不会再犯第二次的错 你 你想干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 你想想后果 是啊 我上一次就是太想后果了 才给了你们钻空子的机会 要不然你能每个月到这儿来收账吗 啊 莫小鱼从椅子上起来 走到他旁边蹲下来宁笑着问道 这家伙好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惊诧地看向莫小鱼 声音有点发抖的问道 你 你是那个和他合作的人啊 没错 以前是我 但是后来被你们的人抢了 我也没说什么呀 现在好了 连我的女人你们也感动了 你说我还能让你活着出这个门吗 这里的地下室有的是切割机 打磨机 我会把你磨成肉 从下水道里冲出去 让你的人再也找不到你 他们还以为你写款前逃了呢 你说 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啊 莫小鱼黑黑笑着 笑得这家伙心里发颤 作为一个内勤人员 又一直在国内的办公室管管财务 他除了刚刚加入时受到的那些训练之外 其他的估计都被日常安稳的日子消磨殆尽了 不不不 你不敢 我来这里是汇报了局力的 他们会找我的 我知道啊 待会儿呢 我就会让人穿上你的衣服 戴上口罩从这里走出去 到时候呢 他是不会承认见过你的 我再往你的账户里打上一笔钱 然后呢 再让人把你的钱转走 你说 你能说了清吗 莫小鱼黑黑笑着 他一下子呆了 他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平常人 居然有这样细密的思维 莫小鱼 拿起桌子上放的纸笔 说道 我问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 说不定 我们还可以合作 当然了 我是中国人 我可不会逼你出卖国家机密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清明 年龄 住址 莫小鱼问道 李承山 莫小鱼认为 一拳就让他丧失了斗志 那这个人要是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那说不定破坏性更大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 莫小鱼记录完毕 问道 你 你可以去查呀 李承山说道 废话 你那是什么大碗 我能查吗 这样吧 我想了一个好主意 这样既能让我们相互信任 也能长久的合作 至少 我可以信任你 莫小鱼笑眯眯的说道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李承山现在那个后悔啊 后悔自己不该色胆包天 不该想着从拓拔千碗这里分一杯羹 看来这横财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本事发的 现在自己就彻底落坑底了 可是后悔一晚呢 拓拔千碗悄悄拉了一下莫小鱼的衣襟 示意她不要太过分 但是莫小鱼根本就置若网文 根本不理她的暗示 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 李承山 你听说过苗疆的乌骨之毒吗 这是很多毒虫放到一起 最后活下来的那只 只要是人吃了就会身中骨毒 如果不按时解毒 那么这种蛊虫就会在你的身体里急速繁殖 直到把你身上的肉吃干净为止 哦 我这么说好像不是很直观呢 来 看看 这儿有一段我录的视频 来 体会一下 莫小鱼打开手机 掐住李承山的脖子 强迫他看着视频里的那个人 活生生的被蛊虫吃掉的场景 此时 李承山一个劲的试图后退 但是被莫小鱼掐住脖子 只能是在地上蹬着脚 却丝毫动弹不得 别别别别别别这样 你你你你你说我做什么 我我做就是了 我我我一定按照你说的来做 李承山看完之后 冷汗淋漓再也不敢炸刺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我保证 可是我不信你 这样吧 你把你妻子在哪工作 在哪住 你孩子在哪上学都告诉我 我可以不让你吃这东西 莫小鱼原本是想让白鹿 查一查李承山的 但是又想到如果是白鹿去查 那说不定会引起李承山 背后那些人的警惕 所以倒不如让李承山 自己吐出来安全的多 你要干什么 这事是我自己的事啊 和我家人没有关系啊 我求你了 我求你 你你不能伤害他们 李承山简直要崩溃了 那不行 我得有个保险 万一你把这事汇报到局里怎么办 或者是你牺牲了自己 那多孤单啊 到时候我好让你的家人去陪你啊 所以呢 除非你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我说过了 这事只是你和我合作 如果你我合作好了 我是绝不会骚扰你的家人的 如果你给我耍心眼 那我就要去你家里问候一下了 莫小鱼阴冷着说道 李承山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一字一句地回答着莫小鱼的问话 直到莫小鱼不再提问了 可是这件事依然没完 你说的这些我都要做调查 所以为了防止你回去对他们进行转移 你还是必须吃了这东西 不过我调查清楚之后 我会给你截掉的 我这个人没别的 最长信 莫小鱼说着 不带李承山反对 捏着他的下颚 将蛊虫喂了下去 紧接着李承山就是一阵咳嗽啊 别费劲了 咳不出来的 医院的X光也查不出来 不信你可以去试试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你我都好 但如果合作的不愉快 一拍两三 我离开大陆 你死无葬身之地 莫小鱼脸色阴沉 看着李承山亮呛地 离开了拓拔今晚的办公室